為期12天的光州世大運今晚正式落幕了 下一屆也就是兩年後的東道主台北市 是由市長柯文哲親自出馬 參加接棋一試 同時接下這個重要的責任 這一屆中華隊派出236位選手 是史上最龐大的代表團 總共拿下6金12銀18銅的成績 在獎牌榜上排名第10名 只差一面金牌就能追上歷屆最佳記錄 至於前5名分別是地主南韓 俄羅斯大陸 日本還有美國